欢迎收看乌鸡头条 我是蒋义大鱼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蜡烛香港 最早中国 放眼世界是全部事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近期遇到破纪录的干旱危机 连数百年来以洪水为主要的荷兰 都宣布全国的水位在低位 推出抗旱的政策 荷兰缺水的连锁效应 也影响到正在全球大买煤炭的德国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26号警告 当地的能源价格到10月份将会上升八成 呼吁新任的首相上任后 要即时采取紧急和坚定的行动 应对这一场灾难 今集我们讲全球能源和旱灾的危机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杰博士 大家好我是陈杰 郑国均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均博士 Hello我是Dr.Aman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我是彭云基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WordGate 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杰哥你觉得今次的能源和旱灾 为全球带来了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对于你这个题目就说得对了 我们讲的是一个全球能源和旱灾的危机 但如果你现在上网 你打一下关键字 讲旱灾 百分之九十都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旱灾 似乎跟西方国家没关系 其实今次的旱灾是真的十分之严峻的 在欧洲甚至乎是500年难得一遇 即是以前我们国家抗洪或抗刊的时候 都在说五十年难得一遇 或者一百年 现在人们在说五百年 即是说情况是很厉害的 其实主要的三大经济板块 包括美国、中国和欧洲 这三大经济板块 其实都是在今次这个刊情 是面临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尤其是美国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一直想说希望新片能够回流 在美国制造 但是这个新片的制造 是对于水源的要求 或者用量是非常之多的 如果它现在是一个这样 即是说面临一个水资源的缺乏 其实对它的经济 一定是造成相当的影响 欧洲也是 除了先前德国 为了解决它和北溪2号 或者北溪1号的能源输送出现了问题 它想改用煤炭 在煤炭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需要用到欧洲里面的 河道的运输 现在缺水的情况下 那个河道的运输是受到很大的障碍 因为潮水低了 变成船在运载的时候 载量是少了的 令到能源需求的运输 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其实是一样 我们也是很严峻的这个问题 例如四川是我们的叫做製造大省 在这个疫情的当下 也都同样面对这个 比如说供电 也都出现了问题 因为很多水力发电 各方面都是水资源 在一个派灾的情况下 都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地头村 今次的派情 不仅是某一个板块 某一个区域所面对的困难 其实所有的地方 最主要的经济体 都面对相同的困难 彭教授 如果从宏观来看 这次的能源或旱灾的危机 对全球的国际关系 或者地缘政治会有什么影响 在中国文化里面看 我们经常都说 天时地利人和 要这几个条件都能够符合 我们才能够人类和諧相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文化说得很清楚 我们说什么是三财 就是天地人 什么意思呢 天和地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 我们人就是中间 好了 这三个条件里面 缺一我们人的生存 都会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 现在我们作为生存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水 能源 和食物 这几样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看到现在整个世界 天气是变化很大 所以你看到我们为什么中国经常都强调 风调与顺 我们才能够国泰民安 但是当风调不顺的时候就糟了 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想想一样东西 如果大家可以知道以前的一个历史里面 为什么当时我们有五湖乱华的时候呢 就因为是北方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个小冰河时期 而那里就是根本没有法子的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下来 就搞到我们这个南方这一边呢 就变了就是大乱了 那现在我会看到一样东西呢 现在出现就是你都 刚才杰哥说得很清楚了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五十年 甚至五百年一遇的旱灾 但是之前又出现了什么 出了这个奴灾 是不是水灾之类 那你看到完全是失调了 那这个失调是为什么的原因呢 其实有自然的天气那个原因 也都有人为的原因 那这个是会影响的 那我这里看到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很担心的一样就是 当我们这些能源 或者水 这些最重要生存的条件 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我们的生态的环境 就开始变化了 那变化是怎么样呢 我们人要生存 是要抢这些能源 抢这些水 抢这些资源 才能够继续生存的嘛 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变成就会说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真的会带到去战争了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我现在要生存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不平衡的情况出现 是会严重影响了 整个世界的安宁 那现在我们刚才看的就是 只是这个欧洲 其实绝对不是 而是全世界现在出现了 这个我就觉得 我最担心就是这个情况 是否整个影响了 但你看到上一次的 偶战争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糧食的问题了 你想想一下 剩一个小小的地方 那些糧食不出口 都影响了世界的糧食 那个价钱的起落 那你想想 如果将这个情况之后 再将它扩大的时候 那个影响呢 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样就是 现在如果跟着这个推论下去 面对我们将来的发展 其实呢 你现在暂时是没有什么 真正能够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告诉你 其实我经常说 居安私危 现在你还可以 觉得我们还可以生活得很好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问题 我们的生活里面 很多事情就会溃乏的了 没有这样没有那样 所以这个不是单单能源 或者是水的问题 而是整个地球 和我们的国际关系 开始出现很大的变化问题 这是我最担心的 Dr.Wilman 能源危机 其实我最早在90年代 已经开始听说 我会有能源危机 但是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年 到今时今日都没有解决 或者欧洲现在面临着 能源危机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或者我试试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这件事 其实 其实刚才的教授 和结果都说了 就是 量食是很紧要的 也就是我们遇到很多这些问题 在这一刻看着都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尝试一下 反过去看这件事 我用什么角度去看呢 就是 大家都试过 打风 在家里预备一些食粮 那你明知道 米缸可能那天不是很满的 你又不记得买米 你就会立刻看看自己 有没有公仔面 就是你不会在 没有一件东西的时候 而你不去配备另外一些 或者是牛仔型一点的 那你想一下 做得这些生意的人 其实他们都跟天然资源很有关 你没有水 你没有得蓄木 你没有得放木 诸如此类 其实是很讲这些东西的 但是由于美国的确是 他们的人口不多 当时是 就是说在60年代 所以当时他们两党 由于是争斗关系 民主党人就想到 就是用一些环境的条例 去框住共和党人 所以在早在60年代的时候 当时美国已经开始有这些环保条例 很多人以为这些环保条例 真的是为环境的 但是其实 源头就是来自共和民主两党 去争的时候 民主党想一些方法 去框死他 他就知道你这帮共和党人 就是蓄木 就是放木 就是养牛 养鸡 养这种 他就来整理这种 但是久而久之 就是我们民间不知道那么多 民间慢慢就看到这些 就变成是环保条例 而当然 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大家都会觉得空气要清新一些 诸如此类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些环保条例是对的 但是60年代 当时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当时有辆车 多少黑烟都没人理你 有黑烟的 现在不是 现在多辆车 你都会嫌他放氧化碳 所以当时的源头 其实不是为了这件事 而我刚才说 打风家里 摆米和摆公仔面的秘语 就是这件事 你自己的国家有什么天然资源 你自然就会在那个地方 去利用那种天然资源 去帮你自己发电也好 拿能源也好 各个地方都会不同 每个地方 无论在地形 以至去到地理 都不同的情况下 没理由会做同一件事 偏偏 如果你看一下的时间上 70年代我们有原油危机 90年代去到上阵 我们都说原油危机 原油危机了50年 你还有油的 现在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些原油危机 某程度上是一个炒作的运作 你始终有一班人是炒油 希望他去做这些事 以前都讲了很多 列根时代最流行的 一出兵金价就上 接着你就看到美国大手买金 朱尔茨 就是你看到他们是借着这些国际事件上的 去赚钱 去逃利 而欧洲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欧洲 德国照正应该是用到很多风能发电 而去到瑞典或者挪威 就是斯坦德纳维亚那边 就应该是一些水力发电的东西 但是偏偏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都不多 相反他们依赖的 都是依赖天然气 那这样的东西就奇怪了 为什么欧洲国家会这样做 原因是美国他有很多天然气 他自己不是依赖很多 但是他有出口 他依赖最多的反而就是石油 他自己依赖石油 所以你看到他跟沙特的关系是很好 就是跟中东那些国家的关系很好 他要确保自己的石油来源是有在 但是反过来他就会叫欧洲 例如我举个例子 欧洲有很多煤 就说不要说不会用煤 用煤不环保 不好啊 诸如此类 就搞到欧洲其实在过去的20年 就是由1990年 是用2亿吨的产量 跌到现在只剩下5千万吨 那其实是不见了75% 而搞到这个问题就是 不单是经济有问题 因为煤其实是一个很便宜的发电方法 搞到它的能源就贵了 你就依赖了天然气 你也制造了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而当然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 你三军未动粮草才行 如果你能源已经出事的话 你想想你怎样打仗 你背后没有源头了 那就是说美国在做的那件事就是 他要自己保证自己的源头在这里 能源、粮食、水源都充足 刚才结果都说了 你打旱灾 看到全部都说中国 你打旱灾 你打旱灾 你打英文 都是说中国 就是你想想 这么大的互联网 都只是说你中国旱灾 没有欧洲旱灾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 他其实说到尾 就是一个美国的政策 套下去欧洲的地方 然后美国的政客 就希望欧洲跟这些步骤 明知 欧洲如果跟了这个步骤 你就不能够是一个强的欧洲 一定要整弱你欧洲 去到今天 现在足足20年了 欧洲一面对澳湖战争 一无天然气 立刻整个跪下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 其实欧洲某程度上 是被美国的能源政策弄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国的能源政策 不单止是指能源的 就算连粟米 都是的 美国出产了很多粟米 但问题是 粟米多了会怎样呢 他们的环保政策就会说 多了粟米 可以拿去做生物燃料 多了那些拿去烧 拿去扔 他都要确保他的粟米 的价钱不会跌 就是 他做很多事都是在做这些事的 而欧洲的而且确不同地方 不同经济 不同地理 就有不同的环境 为什么你要跟他们呢 现在跟了 糟糕了 现在就说 百年一遇 五百年一遇 你想想 他可能的而且确 罕灾这家 没错 我们没有预期的时候 但是 你家里没有公仔面 你可以预期了吧 你明明知道自己米不够 你就会预备公仔面 欧洲有的时炭 为什么你不用呢 如果你看看欧洲这么多国家里面 德波兰现在仍然强调它们用炭 你想想一下它是没有死得那么惨的 但是其他 那些跟着转转去用天然气的那些 就死得直了 所以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 打风 大家都买不够了 那个光度 但是现在美国就是叫欧洲 你不要买公仔面 等你没得吃 这样做法的话 就是 美国只需要等待时机 就会将一个欧洲拖林拖死 就是 它会用这个方法去做低 因为不要忘记 我刚才说是90年到现在 90年到现在发生什么事 就是欧元出街 就是欧元面世到现在 它要确保这个地方的一个货币会坏的话 它就要放了一条很长的线 只要你有一天中这件事的话 你整个地区的经济都会下沉下去 那同时间就可以一石几鳥 既可以我自己 维持着我自己的能源供应 维持着我自己的军队 它有能源有食粮 而你呢 就没有能源没有食粮 我觉得它是一个这样的步骤 只不过是撞正 它预期的事情终于发生 所以刚才杰哥说 在网上找到就是说中国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说欧洲 因为这个某程度上是美国的 一个很长的一个陷阱 你踩中了陷阱 我为什么要在 因为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控制的互联网上面 说明说你踩中他的陷阱 当然不出声 杰哥说 应对能源危机有什么良策 或者我们国家如何处理这一个问题 有时候天壤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抗 我们人很难和大自然去对抗 现在整个气候环境 也是人类自己去造成的一些后悔症 现在是罕灾了 其实能源这个危机 正如Dr. Raymond那样说的 有没有代替品是有的 但是你用政治令嫁到它 变成没有办法去做到 欧洲国家如果跟俄罗斯 能够改善关系 其实天然气是可以补充到进去 它是可以用到天然气的 就不是完全靠水来发电 如果俄乌的情况能够改善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農产品输出的大国 其实都是解决了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政治的原因去凌鸽了它 欧洲我们看现在的情况 巴默波本哈根已经放弃了 2025年可以碳中和的一个目标 他们已经放弃了 即是说他们开始会用多些的煤 去解决能源需要 如果我们说多些的国家 欧洲的国家 能够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原来我自己有很多煤炭资源 我拿来用 那后来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即是你们 欧洲国家以前都很提倡环保的 你所定下的碳中和目标 可能一个一个 这样就没办法持守下去了 全部都答不到他们原先的计划 那对整个气候 可能是不是会产生一个 更加大的负面影响 也都有可能的 那你如果不想这样 其实最根本的方法就是 一个政治上的障碍应该才挪走 这个其实是对欧洲来看最好的 但这件事也不是美国想见到的 中国我觉得相对来说 虽然现在媒体上一直都说 中国的旱灾 可以再哪多重要的 但是我反而觉得 我们中国在抗颜А 或是对抗这件事 tents 我们是比较有利的位置 首先我们不似欧洲国家 Following都对欧洲的 受美国摆布 我用摆布这个字 我们说到的能源安全 그� differences follower 国家的部署 我们的工作 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生產大國 我們需要大量的石油 所以我們跟中東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除了俄羅斯之外 我們跟中東的關係 你看沙特阿拉伯 現在對我們是比美國好 我們跟伊朗 這些都是石油輸出國家 我們跟他們的關係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石油的供應方面 我們都是在一個安全可控的範圍之內 水力發電、風力發電 我們都是一個很大的發展系當中 當然現在的灌災可能水力發電是差了 但我們有其他的代替品 還有我們國家的反應也是好 你看歐洲國家 北溪2號不能夠用 北溪1號也減少運輸的時候 你看英國多慘 英國人要承受一個很高的電費 因為他的成本高了 但是你看中國今次 以往我們真的跟著國際油價上升的時候 我們內地的油價一定都是上升的 跟香港情況一樣 有時跌的時候我們反而不跌 但今次你看最近發生的事件 當國際油價升的時候 我們內地的油價不單止沒有升 還降了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油價 我們講的那個組成部分 除了國際油價 也都是有運輸成本影響 也都有什麼呢 就是政策的一個介入 比如說補貼、關稅 這都是作為整個油價的一個調節工具 我們國家也都很善於利用這些工具 令到我們一般市民 不會受到國際油價的大幅波動 影響到整個能源的提供 各方面我們都做了相當大的工作 所以你看互聯網裡面 即是說國家的刊情很嚴重 影響到那個經濟 我承認是對經濟是有一定的影響 尤其是我們在疫情過後 我們希望恢復經濟的時候 遇到的灌災的確是對我們不利的 但是國家在這一個 他能夠控制的情況之下 他都是作出大量的工作 保障了我們生產必要的一個要素 能夠相對安全的供應 我們也是做到為的 彭卡薩 縱合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你覺得是天災還是人禍呢 結果剛才說 我就覺得有少少樂觀 我對人類的自私、貪婪 是有一個很大的戒心 因為你看到雖然我們人類是萬物之靈 我們說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真的可以將環境改變 在環境改變之中 但是人心就越來越壞 每個人都在自私 你看到這次的能源危機 其實老實說 是這個真真正正 是由人為開始的 老實說很簡單 天作業就由可為 智作業就不可活 你知不知道 當歐洲政略這麼多能源 他們基本上是缺乏的時候 而你會發覺一件事呢 在俄羅斯那裡 在聖彼得堡西北部的波爾托� 那個液化天然氣的廠 就出現了大火 你知每一天 他就把這些天然氣 燒掉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一直在生產的過程 是不停的 你不可以說 我現在收緊 不可以的 再次增加的時候 成本更高 所以平均 每一天 燒出來的天然 是大約是值一千萬美元 那你想想 是不是很大的浪費呢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些人 發生了這個 鵝烏戰爭 而發生了這個 國際之間的爭鬥 那你想想 這些情況之下 真是自作業不可活的 我們再看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看 其實天災呢 是必然有的 因為這個世界 基本上 你是不可能永遠 是能夠稀求 能夠有 永遠都是這麼風和日麗 能夠風調雨順 不會的 所以變成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當天災來到 再加上人禍的時候 就慘了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呢 世界情況就是這個 當這個大戰 那個環境 慢慢被破壞的時候 就會糟了 我自己個人 就對人類的前途 都很有保留 為什麼呢 你想想 這麼多千萬年的歷史裡面 是現在的時候 才是最多的人類的 那麼我們人這麼多的時候 就很多時候 都改變了這些環境 於是破壞了整個地球的生態 你想想 現在我們改變的環境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所以現在的 Global warming 你根本是很難很難 能夠可以 將它逆轉回 那就是什麼 我們一做這麼多事情 只不過是將那個災難 減慢 而不是沒有 所以你看到的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 我們人類的命運 我就覺得非常之擔心 Dr. Ronald 你認為這次的人禍 到底是預先設計好 還是巧合呢 其實彭教授剛才說得對 真的人禍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譬如我們看看歐洲 我剛才也是那個例子 你家裡有多少公仔麵 有多少米 那你就決定你自己煮什麼 就是家庭主婦是這樣 雪櫃有什麼就煮什麼吃 但是你看看歐洲 其實它的天然氣的隕藏量 就是 你當歐仔是一個家 它有什麼在 其實它的天然氣隕藏量很少 只有四分之一 但是反過來 它說要用天然氣用四成 是很不合理的 換句話說 你一定要入口 其實這種荒謬的措施 其實我剛才說了 源自美國 美國其實也有很多這些荒謬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現在說的是缺水 大家都知道缺水 我們會做什麼 如果你沒有水的時候 雨水也是叫乾淨的 雖然現在空氣裡面 也不是很乾淨 雨水也沒有以前那麼清澈 但是雨水 起碼是一個 你能夠收集淡水的源頭 但是在美國 收集雨水是犯法的 所以變成有很多家 你想收集雨水都不行 你可以收集太陽 你可以用太陽能板 但是收集雨水 很多州是犯法的 是不讓你做這件事的 即是他們的環保局說不可以收 那你說為什麼呢 我就無從稽考 因為很長的故事來的 真的可以開一個節目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這些奇形怪狀的法例 都是由美國走出來的 而其他美國的所謂盟友 就會這個跟那個跟 那跟他本人 或者那些政客有什麼利益 我就不知道 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明知道 你的國家不對跟的時候 你整家都是 你整屋都是公仔麵 但是你竟然跟我說 你要煮飯 即是你禁到公仔麵 你又可以炒又可以煮 你吃公仔麵都不會餓死 但是你偏偏的國家政策 就是要整飯吃 即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但是在歐洲就周圍都是 唯一令我覺得合理的解釋就是 美國是很有意圖 是令他的每一個盟友 都做一些不適合自己的事 很讓你能夠反撲的能力變低 Dr. Raymond 你說得對 所以為什麼美國 這麼不喜歡我們的國家呢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聽 他的一個總指揮 沒有聽他說 你要做什麼 你不可以做什麼 因為你不聽 如果他們好像歐洲那樣 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你叫我生產什麼我就生產什麼 其實就不會有今時今日的一個 這麼差的一個中美關係 今天的中美關係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其實在美國的那個 自己的想法裡面 他希望你是和歐洲一樣 入口用什麼能源 你生產什麼 你買什麼 都是由他去賠 而且賠得是扭曲你的那個需求 扭曲你的那個生產的 那這個就最適合他 因為這個世界永遠都只有單一的霸權 就是美國 但是你說今次這件事 你說這個人為就肯定了 但是我覺得 在我的國家來說 就是因為我們先前沒有聽他說的 今天我們才有一個這樣的機遇 是危但有機 我說這個機是什麼呢 你完全不聽他 我們今天能源上的保障 能源的安全 是高過地球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 我們比歐洲更加安全 保障了我們的生產 保障了我們的糧食 這件事當然不適合美國的汗車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美國的軍事大棒 他隨時是找機會找我們麻煩 所以我們能源危機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控制 糧食 我們覺得我們可以有個安全線在這裡 但是對付美國的軍事大棒 我相信我們都要有1萬個的準備 準備他這些所有的不可測的行動 沒錯 結果總而言之 如果我們不跟他買東西 或者不是under他聽他的笛 他就不妥了 其實我剛才不是說 美國收集與水是犯法的 其中一個犯法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美國如果你去買房子 不同於香港 在香港買房子 計算多少尺 就算多少錢 在美國不是的 你買房子之餘 是會買那裡的水源供應20年 譬如你買這層樓 他就會連同一個20年水源供應給你的 所以如果你有第二個水源來 你就會變成毀弱 某程度上 又或者你 譬如我不要買他的水 我要自己有水源的話 那就不行 你不買他的東西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 所以你不買他的東西 你不聽他的東西 就正正就是 令到他不喜歡的地方 彭教授 剛才我們一開始都說到 這是全球的一個問題 包括能源和旱災 西方和中國的應對手法 有什麼不同 根據最新的報導 英國政府把能源的價格 上調到放寬到提高了八成 就可以去到平均每一年 可以去到三千五百四十九磅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那個能源的價格高企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國內的這個供應商 就面臨倒閉了 所以就把那些拉拉高度 那是荒寬的極限 好了 但是同時 他也都發給一些津貼出來 大家的津貼是有限的 那你就看到 其實現在英國所面對的能源危機 是非常之嚴重的 轉回頭 就看回剛才傑哥說的 我覺得他很精彩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明白 為什麼我們現在國家 能夠可以基本上應付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源於一躍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我們國家 很有一個高尖遠足的策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居安私危 我們要備戰 我們知道我們要有自給自足才行 所以你想想我們國家 在這一個這麼多年來 做了多少事情 無論在水的 有藍水北調 又做了這些開發不同的 這個綠色的能源 然後再加上呢 其他在這個糧食方面的發展 其實我們就希望 怎樣能夠可以完全自給自足 所以才能夠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最近的旱災呢 其實我們面對都很大挑戰 因為整個我們的復元廣大 反而你看看 今次這個俄羅斯那邊呢 他們為什麼能夠可以有這樣的信心 可以能夠發動這個俄烏戰爭呢 就是因為他水沒有問題 這個能源沒有問題 食物也沒有問題 而最基本生存的條件沒有問題了 所以他才發動這個戰爭 那就是說一件事呢 這種這樣的危機意識 令到我們能夠可以 預早能夠可以做到這個 自給自足的概念呢 非常之重要 但是你看一下 在這個西方的國家裡面呢 尤其在過去幾十年 很強調的 全球化 那麼全球化的時候呢 你這些是對的 我的 我對的給你的 沒錯 當我們完全是一個和諧社會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 因為互通有無的嘛 那麼這個也是最低成本 最有效的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和開始嘛 就是那個國際之間的關係呢 已經慢慢的破壞了 那麼所以變成了 哪一個是能夠可以呢 能夠預早部署 自給自足的那個國家 就會比較能夠穩陣 能夠可以保證生存 反之呢 就會出現很多這個危機 那麼你會看到這個 西方國家 跟我們現在的中國 那個情況出現 是有不同的地方呢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呢 我覺得已經是很佩服 我們本身國家的基本的國策 傑哥 另外這次的危機 危在哪裡 機遇又在哪裡呢 就是美國的全球化 美國的 它認為的全球化就是 美國有權力 有能力 去支配其他國家的人 應該用一個點兩的生活模式去生活 它可以對別人指指點點 這個跟我們國家或者我們民族的和而不同呢 是很大的不同 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來的 那麼我覺得這次的這個能源危機 我剛才說的 對三大板塊都有影響 但是對我們國家的影響 是相對要是少的 那麼這件事就會造成 美國對我們的敵視或者仇恨 只會越來越深 那麼這件事呢 迫使到我們國家 要認清一個事實 我們以前一直希望和平崛起 我們相信一個新的文明 或者一個新的大國的崛起 我們可以靠和平崛起 但是美國如果繼續逼迫我們 尤其是透過這次的危機 繼續逼迫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明白一件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跳出歷史的規律 一個大國的崛起 背後一定會有衝突 而才可以取代另外一個大國而崛起 當然它不是說我們要去取代另外一個國家 我們其實不是想去取代美國 但是美國認定了你會這樣做 所以它會用盡一切的手法 變成我們只要想繼續生存 我們不是說取代 我們想繼續生存與發展 我們必須要認清一個事實 就是一個歷史的規律 就是任何大國的崛起 都是要經過衝突的 這件事我想我們沒有辦法避免 我們這次這個事件 我想也都是我自己覺得 你說是人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未常不是一個機會 周圍都缺水缺糧的時候 未常不是我們崛起的一個好機會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避免的就是一個衝突 中西方人民面對危機的態度是有所不同的 就例如同樣是面對三火 西方是大禍臨頭各自非 而我們重慶的電單車手 就是奔向火場眾志盛盛 為消防員送水 今集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請多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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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